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简单来介绍我们 陈索房陈丽丝的警戒 他是台中诗旺专科学校毕业 文化大学法学的措施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海洋法力研究所的博士 他曾经议过 司法经验所十三级经验 经历过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台中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桃园地检署检察长 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工业检察署检察长 嘉义地方法院法官 法务部政务次长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 他信任是平安恩赐国际华丽 事务所所长兼储存律师 各处周游华业上的问题 可以找陈丽丝 任任公益系列讲座《论理酌情全面笑华》的讲员 感到非常的荣幸 也对于洪君培文教基金会 在秘书长洪卉博士 二十年来 二十年来 担任过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的首席检察官 也就是现在的检察长 他也跟我一样 曾经在最高法院检察署担任检察官 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一个化学的先进 那刚刚曾洪卉书长王社长的介绍的夸奖 其实个人才出学士浅薄 许多都还要学习的 那今天《论理酌情全面笑华》 我们主要也是在讲法院法律 在整个过程当中如何如何的论理酌情 在现今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公立主义横行的年代 人情易离百两旁 利益利害百中间 当学校公民与道德的课程已经被挪移 当文化基本教材有关于人情易离 古代先圣先哲的教训已经不再被教导 这个要谈论 这个要谈论理酌情就需要有更多在这方面的阐释 法律是生活行为的规范 是医务责任的承担 那是属合法权利的保障 了解法律更是错误的避免 但我要更强调的是 法律之外需面对良心 法律之内需蕴含情理 要向各位报告的是 我从民国六十四年当法官 检察官 主任检察官 检察长 政务事长 一二三审 这方面前后服务司法界四十一年多 当我很早以前我看到一个笑话的故事 他很传神地点出律师法官检察官以及法学教授 在为人处事各方面的一些盲点 深深让我引为阴界 虽然这个故事是一个在嘲讽的笑话 但真的也存在于目前的社会当中 这个故事说到有一对苦难的兄弟 有一次他们想做热气球升空去观覽美丽的大地 好不容易 两个兄弟坐上热气球 飞到半空中 然而他却在高兴采烈 兴高采烈之余 他却忘记怎么操作 让这个热气球来下降 这时候在一大片草原上 有一个人骑着马经过 苦难兄弟两人在热气球上大声的喊叫 询问那骑在马上的那位先生 说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 这个骑马的人是说你们在热气球上 这对苦难的兄弟提笑结辉 弟弟就问哥哥说 哥哥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吗 哥哥说他一定是一个律师 他说的话都对 但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个气球又继续飞 这时候他们又看到有一个人在草原上骑马奔驰 他们也大声的请教这位骑马的人是说 先生我们在热气球上怎么下来 这时候那个骑马的人是回答说 把绳索割断热气球就会下来 这对苦难的兄弟听了跟是摇头撒笑 弟弟又问哥哥说 哥哥啊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哥哥哥哥说 他一定是一个法官 虽然他能解决问题 但他不管人的死活 这时候热气球又在空中飘荡 也另外见到一个同样搭乘热气球的人 他也是不知道怎么降落 兄弟两人就探寻另外那一个坐在热气球上 不知道怎么样降落的人 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总统 苦难的兄弟这时候突然又发现草原上另一个人骑马奔驰而来 这个骑马的人大骑马奔驰 说在进行区里面承受热气球 你们还不快点滚蛋 就逃出锁枪 朝上连续射击的几花 还好 还好 热气球空中飘荡 没有被击中 而突然之间又看到这位骑马的人是 看见另一个气球上揍的是总统 于是他掏出一把抛绳枪抛绳子的枪 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用他的抛绳枪去把这位总统的热气球勾下来 慢慢的回到地面上 这两位兄弟黯然失笑 想说怎么待遇区别那么大 弟弟就问哥哥 这个人他的身份是谁 哥哥回答说 他一定是位检察官 因为他直华因人而已 有时候非常严酷 而有时候却极尽奉承之能事 说啦说啦 这个热气球渐渐的没有瓦斯了 就慢慢飘降下来 但是飘降在一个靠近悬崖的地方 哥哥哥眼明手快 他马上跳出热气球 而弟弟却随着热气球滚落到悬崖下 这时候又有一匹马 乘坐的一个年老的人过来 那哥哥就向这位老先生来求教 这个老先生表明他是一位教授 他说 这爬上来的方法 有三种 你要左手左脚 右手右脚的爬上来 第二 要左手右脚 右手左脚的爬上来 第三种 要右手右脚 右手右脚 左手右脚这样爬上来 哥哥听了啼笑皆辉 而幸好那个悬崖不深 弟弟已经很辛苦的从悬崖下爬到地面 这位老先生一看 这个弟弟爬的方式 不是他讲的那个方式 也是一脚又把它揣下去 说你要按我讲的第二种方式爬上来才对 这个哥哥等弟弟爬上来后跟他讲 这位是法学教授 法学教授有一个怪癖 他的理论很多 虽然都可行 但是你不按照他的那个方式呢 你就是不对 考试的时候就是给你当掉 当然 这个故事当中所点出的这位律师 法官 检察官 跟法学教授 有点对他们的嘲讽 而我目前除了是律师之外 我也在台湾海洋大学法力研究所 所以这个故事所点出的四种角色 我个人都兼具 因此这个故事成为我很大的形式 常常常自我的还醒 会不会落入这样的景况当中 而我在从事公职 是法官检察官 还有之前的兼任法律系的讲师助理教授 而目前是律师兼教授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提醒自己 律师扮演的是当事人权力的守门角色 是要代表当事人将法律的见解化为专业的术语 来让检察官 法官 确认案件的事实跟证据 又要忠实 尽忠实的义务 以当事人的利益为中心 在不违反诚实义务的情况下 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法律待遇 换句话讲 律师所追求的是个案的正义 追求的是当事人心目中的正义 而我担任法官期间 我也深知自己必须扮演着正确探求事实的真相 并严谨地追求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在赋予当事人兼默权辩护权 以及他在诉讼法上所享有的权利之外 要适时的适用法律 要以合理合乎勒辑程序的正义 来给当事人正确的判断 因为法官的品格是正义唯一的保障 而检察官他代表国家追诉犯罪 所以打击犯罪至于追求程序的正当 更是一个担任检察官不可或缺 应该要注意到的 我常常说还人清白必打击犯罪更是重要 我在担任法官训练所 现在叫司法官学院 司法官学院还有调查局根部训练所的讲座 我常常勉励那些受训的学员 办案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到一个 上师上面想 上师如何足以知足考 也就是你要上面要想如何足以对得起祖先 想念如何足以易子孙 这个人生当中积德是很重要的 如何在一生的工作当中秉公平公正公义的原则 怎样对得起祖先 怎样可以硬辟子孙 所以这边检察官论理酌情不能成为一个苛刻的酷蜜 你可以运用法律 你可以运用法律所赋予你的职权 轻微的犯罪 及于职权不起诉 或者还起诉的处分 对于官寡寡 对于官寡孤独汇集者贫困弱势的族群 应该给予法律上所赋予权力上给他们一个公义和怜悯 正如圣经上讲的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而我担任法律研究所教授 我第一堂课一定讲的是 如何读好法律书 如何做好法律人 教育是一种生命个体的尊重与唤醒 内在潜能的开花与透展 工作 教书是我的兴趣 一切的知识都是突然的 除非你有工作 一切的工作也是虚空的 除非你有爱心 爱在人生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唯有爱你才懂得怎么样论理着情 圣经上也讲到说 信万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在公立社会的主义之下 许多人已经失掉那起初的信心 很多的时候 许多人他们公立摆中间 人情道义放两旁 其实在法律的工作上 很重要的就是公平如浪海滔滔 正义如江河滚滚 但是在现今的世代 这样的追求有时候只是一个梦想 而常常让你梦寐难求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 发生在别人身上不幸的事 我们常常把它当成故事而无动于衷 然而如果这些不幸的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就成为事故而让你痛彻心扉 事故故事只是文字的颠倒而已 但这些结果却是你所难以去思想到的 我也常常勉力年轻的学子 盖世功名为千常在 亿万富贵有得可久 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你在读法律追求的是法律的公正公平 然而怎么样去论理酌情 怎么样去积德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在现今的世代 变化多端 很多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灾祸的发生 常常常是突如其来 不在你的意料之中 特别是天灾人祸横行的这个世代 但真的是你常常的 是意料之外的事 会经常的发生 明朝有一个学者 方孝儒 儒是那个 父儒 就是儒家的儒 那个仁治旁 改成孩子的这个儒 方孝儒 孝顺的孝 这位学者 他非常有骨气 他经常著书 历说 批判当朝的皇帝 引来最后杀身之后 他当时候的朝代 朱连九族 是经常有的 而这位方孝儒 这位学者 大师 他却被 朱连十三族 朱连十三族 因为他经常的批判朝政 批评皇帝 他说过一段话 他写了一篇 他写了十篇的深律论 这个深 很深的深 考虑的律 论文的论 深律论 第一篇的深律论 他就讲到说 货 灾货的货 货 货常花以守乎之中 货常花生在你所疏忽的当中 乱常起义 不足以之事 乱常起义 摩天 他特别提到 梁毅之子 常死于病 非常优秀的医生 他的孩子 常常是因病死亡的 梁毋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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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死于鬼 他举很多的例子 在说明 人不在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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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苦惨 当你很 不能很谦卑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而骄傲自大的时候 就常常有灾祸的发生 他最后的结论说 要姬志诚 姬最高的诚意 姬志诚 用大德 用最好的道德 以劫富天心 使天倦其德 这段话带给我很大的启花 跟鼓励 也是我为人处事方面很重要的一些原则 特别在法律事件上的处理 以公平为准生 以公义为限统 当亚历山大帝 在审理可能判处的死刑的重大案件 总是用手 捂着一只耳朵 听着恐慌 属肉 被告的罪状 那部署问他何以如此 他会来说 我要用另一只耳朵 听被告的辩护 不要被片面之词所误导 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 或者你在亲夫草率之间 就很容易造成难以挽回的遗憾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真的是需要我们常常去记取 从事怀里工作 特别 因为当你年岁渐长 很多人以老卖老 他凭着经验 凭着学士 也或许凭着地位 他常常自以为是 然而时代的变迁 经验 科学的进步 学士 学问知识 的进化 你莫守成规 你常常 只是让自己 落入固执所救的当中 我常常提醒我的同仁 经验是优势 也是阻碍 逻辑是工具 也是陷阱 跳出习惯的智库 避开思路上的陷阱 逃离认知上的迷雾 摆脱性情上的执着 也就是要寻找 要想寻找 要想寻找 逻辑就要偷离 人为的布局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 用我们传统的思考模式 就是在想一个问题 想当然了 人的生活当中 常常 会 凭着自己 自己的身份地位 或者 你那想当然而的 知识去做判断 我常常讲一个故事 五岁的哥哥 跟三岁的妹妹 在客厅上游玩 妈妈 忙碌的在厨房里面 准备午餐 突然之间 妹妹 哇哇大哭 这个妈妈在厨房里面 就大声的折骂 哥哥 你为什么打妹妹 哥哥说 我没有打他 妈妈说 你没有打他 这怎么会哭 这个妈妈 她就是凭着经验跟楼梯 而却做出错误的判断 哥哥没有打妹妹 而各位也了解 幼小的孩子 他有时候 他不知道想到什么事 或者他有什么问题 又不太会表达 他哗哗哭 所以经验是优势 也是阻碍 邏輯是工具 也是陷阱 这个妈妈 如果能够论情 着理 先和和气气的问哥哥说 妹妹为什么会哭 或者问妹妹 你为什么在哭 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常常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法官 检察官 或者律师同仁 小的时候 你被爸爸妈妈冤枉 你都会认为 是一种 非常不服气 不服气的一个伤害 如果 如果 在我们经办的案件当中 一个无辜的人 而被法官 检察官 来冤枉 这个对 当事人来讲 是个一生当中 难以磨寐 的一个伤害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办案件的过程当中 论理 测情 适用 法律 特别 你在社会上 与人 一些不熟的人 接触 交谈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有智慧 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常常提醒 跟不熟的人 谈话 听其所言 謹信其半 这个是聪明 知道要信哪一半才对 这个是智慧 这是个智慧 聪明是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对 智慧是知道如何做对的事情 知道一件事情怎么做 叫做成长 知道一件事情该不该做 叫做成熟 而每一位年轻的人 都不可以自以为刺激 有聪明智慧 我常常提醒 骄傲自大的一些高学历的 司法官训练所或律师训练所里面的 律师训练班里面的一些孩子 我说聪明是一种天赋 你们能考上特考考上高考 这是很聪明是一种天赋 然而智慧是聪明历练 还要加上努力参得来 所以要获得智慧 懂得你在未来事情的处理上 怎么样去在法的规定下 论理着情 做出一个诉讼上圆满的结果是很重要的 诉讼的本身 输赢当然很重要 但是最后如何达成整个案件的圆满 盛则不交 败则心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何让当事人之间 不但解决诉讼的胜负之外 能够画冤冤相报 何时了的双书 成为相逢一笑 敏恩仇的双影 这种圆满 才是法律人追求的目标 而在衡量法律事件的正确 求圆满 求胜负的过程当中 善良 善良更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目标 善良是一种人性的清纯 它比聪明更重要 当你能够有聪明善良之后 你的智慧才会让你懂得变通 懂得融通 而不会沦以圆滑 你能够情理化方面的坚固 这是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学习 在德国有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好的省思 这个故事是1989年2月 在一个烟雨蒙蒙的傍晚 有一个22岁的东德青年 克里斯·格夫洛伊 他悄悄地翻越柏林围墙 要逃到西德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1989年之前 德国被划分为东德跟西德 中间隔着一个围墙 两方都有部队所获 当时德国 当时德国是一个自由民族社会 繁荣的国家 而东德却是共产集权 也比较落后的地方 这位青年要逃到德国西德 被东德围墙守卫 英格亨利奇就把他开枪击毙 没有想到同年 柏林围墙被推倒 东西德归于统一 克里斯成为一个 这堵恶民遭当围墙下的 最后一名遇难的人 而在1992年2月 开枪射杀克里斯的 这个东德卫兵英格 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 接受审问 法院判处三年的徒刑 而且不可以讲事 这个被告的律师 他在法庭上 急易地为这个东德卫兵 这个英格来辩护 他说 士兵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 谁在这个岗位上担任卫兵 看到东德人民翻越柏林围墙逃到西德去 依照命令就是该射杀 要把他射死 这个法官 西奥多塞德法官他解释说 这个世界除了在法律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良心 就是良心 当法律跟良心 跟良心发生冲突的时候 良心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这个法律 法律要你杀人 但如果你明知道 逃亡者他是无辜 你明知道他无辜 你还故意把他射杀 射死 这就是有罪 法官说 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 没错 但打不准则是无罪的 打不准则是无罪的 你作为一个心智眷钱的人 你在此时此刻 秉着良心 你如果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高度 这是你应该尽到良心上的一个责任 何以我 这个案例就成为法学界一个珍贵教材 的一个典范 当然 如果以我们的法律来讲 依照 刑法二十一条规定说 第一项规定说 依法令的行为不法 第二项规定说 依照上级公务员命令 的职务上行为也是不法 但明知命令唯法者不在此限 这是我们刑法上二十一条 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 然而你在尽这样的职责 特别是把一个人枪杀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尽到那天赋于我们良心应该尽到的义务跟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学习和课题 所以法律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秉持你的良心道德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值得我们省思和学习的议题 如果一个法律人论理酌情的过程当中 他知道良心乃是上天赋于我们最高的准则 你在论理酌情方面 你就能够做得尽善尽美 你就能够尽到上师如何足以知足考 下念如何足以印子孙的一个教导 其实我们看社会新闻 很多时候因为这些社会新闻不关乎我们家的事 我们就常常没有去思考这个社会新闻所带给我们的意义 我常常在教书 我曾经在虎人大学 东海大学 高雄大学 法律系都教过 我常常上课我会提醒他们 你在听演讲 不仅仅在听故事 而更重要的是要听故事所带来的企画 你看美展不仅仅只在看色彩 而要看色彩所带来的意境 你听音乐会 不仅仅仅只在听音符 更重要的是要听音符所带来的诠释 而你读大学 不仅仅仅只在读学位 更重要的是要读学位 你读法律不能只读法律上字面上的意义 而更要读出在立法当中 立法理由所蕴含的情理 如果你当成当委生了一个法律人 你只信仰法律 而莫是情忽略理 你这个判决 事实上是值得检讨 而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你会溃对良心 你也会遭受许多的武艺 被批评论断 现今社会上自杀的案件很多 95年8月 有一对父母 他膝带幼子自杀 直死了父母被救活 那么警察官起诉 同父一审判十一年 上述高等法案被驳回 又上述最高法案也被驳回 很快的定念 智商是不对的 带孩子同父皇权也是不应该的 但社会上有很多官寡妇 官寡孤独备集者 有一些当他们行至穷途末路 心境悲凉 没有生存的勇气 人生已入步入绝境的当中 他们觉得我们两个人活得没有意义 如果徒留又小的智儿在世间 他们也疑心不忍 因此那希子同父皇权 这个思想 这个想法和这个行为 虽然是不值得鼓励的 但是这当中 他的心境 他的这个行为 都值得在法律上 你另外去论理浊情来做判断 我们都可以常常体会到 生 生下来 活下去 是会面对许多的问题 生容易 活 容易 但 生活 却不容易 人生 总有许多的坎坷 你要去夸越 岁月 总有许多的遗憾 你需要去弥补 生命 总有许多的迷惘 你要去领悟 但是 当经济 环境 所受生命的摧残 达以无以复加 你心灵无法忍受的程度 你 左上绝境 那种心境 都不是 身为外人的我们 所能去体会 很多事情 你无法明白 也要明白 很多事情 你无法接受 也要接受 书上鼓励我们 你不能被困难击倒 我们都了解 但是当心境悲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没有生存的勇气 我们常常鼓励 遇到困苦患难的人 你生命必然会感受很多的悲苦 但你不能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 生命也希望是一场丰富 但总是会遇到许多的悲凉 生活延期待变精彩 但总是会遭遇许多的无奈 没有错 但人生 你就是需要去懂得去克服 人生就像是一趟有趣无悔的泪车 在乎的不仅仅是终点 更在乎是里头当中的风景 道理许多人都懂 然而知识越高 社会虽然也温柔 然而自杀的案件却层出不穷 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当事人自杀过程当中的原因 又去更认真地探究 在这个案子的承办过程当中 各位想想看 如果严刑俊华能够减轻全家自杀的这种歪风吗 你如果认为是的 那就太膨胀法律承华的功能 依照我们的侵法271条 杀人则处死刑 无基督刑或十年以上有基督刑 最轻事实里没有错 你判他十一年也不是顶重的 然而我们想一个誓词 这对父母真的是想要杀死孩子吗 他想要换的是杀人罪吗 而法官 你有一个法律上所赋予你的权利 就是你认为 按情犯罪的太阳 犯罪的手段是可以情堪民宿 可以民宿 量储最低刑有嫌过重 量储最低刑是十年 杀人 量储最低刑有嫌过重的话 你依照性化59年可以减一半 所以这个案子 如果你论情 你卓理 你可以依照59年判他五年 那就表示你是一个很合乎 人性也有谦卑 体恤怜悯的一个好法官 当你忘记你的职责 正如圣经上所教导的是要行公义 要好怜悯 存全非的心 以你的上帝同行 当你存有这样的想法 你会去认真探究这对父母 为什么人生走到绝境的原因 严刑酷滑 有时候是不合乎人情意义的 很多的暗示 在适用法律至于 你怎样去很认真的思考 去安慰初次换税 或者像这一种 他根本只是因为连续这个幼子 而惜子同父皇权 这对父母 你怎样去安慰他们的心 怎样在他们有生之年 急于他们活下来 生存勇气的一个鼓励 各位想一想 这对父母 依照法律的规定 当然免不了 要入奸服刑 然而他们在监狱慢慢 藏夜的过程当中 他们想到这个幼子 独富皇权 自己又背负着杀人的重罪 那心灵的煎熬 折磨痛苦 其非外人所能想象 论理 酌情 其实这是一件可以积功德的一个好事 你怎么样在滑礼情当中 也对得起心理花质 内心良心的呼唤 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学习 我们再讲一个case 各位 你都有这样的经验 常常接到电讯诈漆 电话诈骗的这样的电话 然而很多的被害人 有时候一夕之间变成加害人 变成加害人的共患或者帮助患 电信诈漆是近十余年来 多数国人共同的经验和感受 也是十大的民怨之一 很多的国家 都尊称台湾是电信诈漆的始祖 他们的电信诈漆都来台湾学习技巧 那你也知道 电话诈骗在各样层出不穷的当中 他们的骗数是日新月异 他们的手段层出不穷 而这主要是资本主义 资讯化金融以及电信化高度竞争的产物 当然不劳而获 当然不劳而获 炫耀开名车 驻豪仔 开快跑 这种跑车奢侈的这种行为 尹 尹是一些道德沦伤的人 大家笑话 然而也有很多的人 是因为他不了解法律 像说很多电信广告 报纸的小广告 真人真才的小广告 甚至于一些风化藏手 他们在真人的广告当中 都有许多的陷阱 特别在摩执广告当中 常常有一些空投公司 他你去应征 他跟你讲 放放心水的方式 要怎么样 需要你还没有进去 需要你的身份证 要你详细的复习资料 要你许许多多的个质 要你去开银行开户 而你所开的银行账户 却成为他们电信诈漆的时候 汇款的一个账户 而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的警觉 就像说在报纸的小广告里 他去应征 他去缴他的个人资料 身份证等等 事后成为电信诈漆 车手去领款账户的时候 被施缓 机关在侦查的时候 你还讲不出 我为什么会去交付 这个个人资料的详细原因 就是说你说你是依照报纸去交付 那哪一天哪一个报纸 所登的征裁广告 也讲不出来 也讲不出来 很多的时候 那你后来也根本没有进去这家公司 你那些身份资料 你也没有人家去拿回来 你明知道 你亲自去银行开户的 那你怎么没有去银行挂师等等 年轻人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所以常常是被警察机关用供患或者帮助患来移送划办 检察官面对这些案子 人数又多 案件也缓 查也不一定查得出来 除非你非常的用心去勾击这当中的没落 检察官就常常说你的便捷是卸责支持不足才行 各位要知道 电信炸漆如果被成为共患 那是很严重的事 为什么 像 最近 结果三人以上 炸漆 那个加重炸漆 那个行度 顺重 一判就是三年四年五年 他有时候最低型就是三年 那电信炸漆各位知道 有组模的 有车手的 这张当中 那个电信炸漆 都是集团性的 有时候他还设在国外 组模都查不到 然而 这些提供印章账户的 这些甚至于是大学生 为了贪图小利 为了赚取零用钱 买iphone 等等 去当车所 就是提款的人 他印章的提款 那各位也知道 印章的提款机 上面都有录影 录影带一掉出来 这个账户不是你的 而你身上 一次去提款 你身上带着 很多张的提款卡 这个地方同一段时间 这个你花南印章提款 又到印章提款 又到印章提款 等等等等 很多的时候 你那个共患 或者帮助患的决认 你是逃不了的 这当中起始 起始 像单纯提供账户的 很多也是很无辜的 在无辜之余面对 言行俊华 只好无语问苍天 各位了解 为什么加重詐欺 行度规定的那么高 各位了解 结火三人以上窃盗 依照行法321条 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 结火三人以上窃盗 才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 结火三个人詐欺 诈欺人 难道会比窃盗 亲疏住宅窃盗 嚴重吗 各位想想看 不会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电信詐欺的本身 经常是人在国外 犯罪 他透过电信系统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 刑法第七条 刑法第七条 你如果 不是手换 罪清本刑 三年以上 一般的人民 公务员除外 公务员有时候 他有些特别规定 你在国外犯罪的 如果一般詐欺 一般詐欺 回到国内 我们是没有 审判权的 也就是可以不妨 就像说 你人在国外 换卫造文书 换卫造文书 换一般的詐欺罪 换一般的窃盗 等等 回到国内 是不可以 加以追溯出 因为那是情罪 情罪 所以 为了因应 很多的 从 泰国 柬埔赛 印尼 浅环的 电信炸气的人 都 因为回到国内 如果不能证明 他跟国内的成立共犯 关系 很多的 回到台湾 他是不法的 所以 这个修法的过程 是一类这样子的 好 等等 你如果 論情 著理 好 一个在 台湾 你担任 这个电信炸气 只是单纯 因为他不懂法律 只是贪图虚荣 为了买iPhone 去提款一次的 被判这么重 论理酌情 合理吗 然而 在 目前 很多的案件 他是 法院 他是不太去理 这样的情形的 在这里 也特别 以我个人 在实务上的经验 你 提供几点 有关 电话诈骗 以投资细菌 一点点 供大家来参考 你 一接到电话 只要 只要他 谈说 是检察署 法院 税务 要扣押账户 要转账取款的 一定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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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要你把账户面的金钱 转到检察署的国库账户里面 更是荒唐 绝没有这样的事 只要电话当中提到你中奖了 你不要轻心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只要一谈到你信用卡怎么样 需要你把密码告诉他 或者是要你去提款机那里输入 什么密码转换等等 你一律要把它挂掉 很多的LINE 或者WeChat 反正你点点选连结的 就是你的丈夫要跟你个不认识的 要连结的 你一律把它删掉 反用170开头的 170开头的都有诈骗之嫌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再讲一个案例 既宗教信仰而拒绝当兵 也就是宗教信仰跟兵役冲突 在这方面 民国八十年代 发生非常兜起风动社会 也就是 耶和华见证人 这个教会的信徒 他们因为拒绝扶兵役 而被判刑 而且一出狱又征召又判刑 缓缓缓复复 永无致敬 这个造成 许许多多 宗教信仰跟兵役义务冲突的案例 我们先介绍一下 耶和华见证人 1870年代 在美国宾州创立 已经一百多年了 他们崇尚和平 拒绝从事战斗行为的信仰 早已广为人知 这是世界各国都知道的 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 他们是不从事任何战斗的行为 当然也因为这样受到许多国家的禁决 他们拒服兵役的耶和华见证人信徒 与李昭行华的对待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的纳粹政府甚至将在良心上 根本拒服兵役者关入监牢 而且警告 也实践 用死刑或重度的尤其徒刑来对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先进的各国 既良心的信仰的自由保障 才纷纷在宪法或法律中 承认既良心信仰 又拒绝服兵役的义务 我们的宪法第十三条规定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我们的宪法二十条规定 人民有男子 我们的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 在这样的冲突当中 台湾很早以前 耶和华建政人 他们传入台湾 他们的很多的教义和理念 也深获许多人的战场 这里讲到一个案例 说当时候 四十岁的吴先生 他是耶和华建政人 教派的信徒 他基于 基于反对任何军事相关活动的宗教信仰 他拒服兵役 今年四十岁这个不对 他当时候 他二十五岁的时候 他受到征召 他如期报道 他到了军中 他就向长官表示 他征召令一接到 他也依照规定去报道 然后也说因为宗教信仰 无法接受军事战斗训练 只是拒绝接受战斗训练 就被陆海游空军侵法抗命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 那各位除了海军陆战队 当时服务三年之外 一般的都是两年兵役 但是他因为拒服兵役 被判刑八年 我们知道八十九年一月以前修正的兵役法规定 你曾被判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者就禁服兵役 换句来讲这位吴先生 如果判了八年 他出来 不管他 他假设是四年 一半以上 四年多一点 他就可以出来 但因为曾经判八年 他就可以禁服兵役 但是 因为八十年有一个 他因为总统 新任的总统就起 他获得减刑 获得减刑 他八十年服刑期满的时候 他实际执行徒刑只有三年九个月二十天 那因为减刑八年减刑成四年 减刑的结果 他没有达到禁役的标准 然后一出来又再度面临军队的征召 当时候的兵役私刑法 就兵役法的私刑法 兵役法的私刑法 他讲到说 你如果在监狱实际行不满四年 你满四年可以禁役 禁止服兵役 你不满四年的 你不能免除禁役 也就是他执行就那么刚好 三年九个月二十天 因为获得减刑 变成四年 他都已经关了三年多了 就很快就放出来 没有差两个月又十天 所以他也不能禁役 出狱一年多以后 又接到兵役召集令 他这次选择不报道 然后也起诉判刑三个月 恶命恶梦还没有结束 八十五年又接到回忆令 同样的情节一再上演 我们说患者一般人 大可硬着头皮 当两年的兵 就可以摆脱兵役征招的问题 然而他因着宗教信仰的原因 他认为去服兵役就是用作战杀人的可能 他再度以兵役制度的对抗 他拒绝 类似的遭遇 同样发生在台南有个邱先生的两个儿子身上 他退伍后 邱先生呢 他本来担任宪兵 他退伍后接触叶化建政人教派 后来有两个儿子 一个个因拒绝从事战斗训练 面临坚军的命运 大儿子八十四年判七年的突刑入狱 两年后儿子也同样理由判七年 因为法律没有改变 最小的儿子因为逸凌来到遭受相同的命运 各位要知道 在以前的年代兵役的问题 因着见仁见智很多的时候 判出来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 我当法官的时候 然后点阳招集 点阳招集 就是复管病疫之后 你突然接到一天的点阳招集 我六十四年当法官出来 我觉得这个没有去点阅召集的 这个没有什么 因为去点阅召集 他也提供来回的车会 也有礼物 有一些赠品 我觉得这个没有去 没有什么恶性 一年以下有旧途刑 我判 五百元罚金而已 我判五百元罚金 判完了之后 我的庭长就跟我说 他说你急于独立审判 你判这样子 他不做干涉 也盖了章 但是他提到我跟我讲 在那个年代 这些没有参与点阅召集的 都是离乡背景 像到台北 到哪一个城市去打工的 因为嘉义的乡下 谋生不义 年轻人总是到外地去打工 家庭贫困 他们是晚上睡在桥下 早上一打印早起来 看有没有雇主来雇请做临时工 他用台语歌的讲 这些年轻人 都是有路无处 有路无住处的人 这些都是可怜的人 当时不要说现在手机 当时连电话都没有 我也跟各位报告 留十四年当法官 宿舍里面也没有电话 那时候要装一个电话 一万多块 各位表演年长的可能都也了解 当时候一个小学老师 一个月才两千多块的薪水 他就跟我提醒 这有路无处的人是很可怜 他们一天打工 或者只有几十块 或者一百块 一百多块 你给他判五百块 他觉得很重 这句话 给我人生当之后很大的提胸 而我后来看到另一份判决 典狱 典狱着急没有去 判多久 判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 判决书上怎么讲 按兵一则 这个国家之大政 关乎社会人民的安全 议政词言 巨服 没有去 清洁重大 判十一个月 我举这个例子再说明 很多的事情 你论理着情 怎么样让他在合乎法律的规定下 合情合理 也合乎良心事实中 一个判决 要良重刑 要良清刑 要判有罪 要判无罪 有时候 只在乎 执法人员 的道德良心 当你妙笔生辉 你可以用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施诸一个很不公平的结果来对待当事人 我们要说到大法官会议 为了业务法建政人 这个巨服兵役的问题 做出大法官会议 490号的解释 这是88年10月1号 次第490号的解释 他主要要讲到说 内在信仰的自由 涉及思想言论信念 及精神的城市 应受绝对的保障 而由之而派生的宗教行为的自由 与宗教结社的自由 可能涉及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甚至可能影响公共秩序 善良公署 社会道德跟社会责任 因此谨受相对的保障 他认为宪法十三条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是只规定你 有信仰 以不信仰 任何宗教的自由 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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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宗教活动的自由 但不可以因你 法律的规定 不可以给予特定的宗教 有特定的权利 或者义务 或者享受利益 也不容许因为你信仰某特定宗教的原因 而让你这个信仰受到不服兵役的利益 其实这个解释在我个人看来是合理的 但是因为他牵扯到旧的兵役法 私心法五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 那个规定就是说 你不服兵役 判刑出来 再征召 再判刑 你拒绝吗 再判刑 再出来 一再重复 那这个就有重复 判刑 就有一个不合乎公平正义的一个宪法的问题 那当时这个有王和雄 刘铁征两位大法官 他们在不同意见书里面 对于说屡因良心信仰而屡次入益的处境 他们认为这是不对的 然后这个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 催生后来替代意的问题 替代意 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替代意的过想 事后的发展也证明替代意的实施 的确在耶和华建政人信徒的信仰自由方面 印尽的 还跟印尽服兵役的义务之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后来 后来 这个 就 催生替代意制度 89年开始就有替代意 这当中也把 就兵役法 四星化59来第二项删除 你不可以 他因为 不服 他因为信仰的缘故 拒服兵役 你跟他判刑出来了 你不就不可以再 不可以再 一再的 再重新要他进去入益等等 那 以前规定七年就可以 进益 服兵役的益 进益 法律也改成 你只要判五年 就可以进益 以前规定 你要累积到四年 不是累积 就是你扶行四年 你就可以 进益 就没有服兵役的 的义务跟责任 那也改成三年 而且是用累计计算 那么这样的更改 也让当时候 有一国防部特别 那些征召当中的年轻人 国防部特别延长说 等这个替代役条例出来之后再征召 也换句话讲 就让他们服务替代役 当时候在服刑当中的 有二十四位的服刑者 耶瓦建政人的信徒 这些也特别让他们转成替代役 来解决这个当中 好 我们讲到一个结论 马丁路德曾经这样的糟告我们说 国之兴衰 会取决于国库的因子 会取决于城堡的坚固 亦会取决于公共设施的法力 乃细于公民的文明素质 也就是在人民所受教育 远见和品格的高下 这才是关键 道德 良心 论理 酌情 这是许多人需要学习的 盖世公民为千常在 亦万富贵 有得可久 从法则学的观点而言 法律是从事事理以情理化约而来的规换文字 这个法律的规定 那个文字的运用 它是有斟酌到事理跟情理来的 但是有时候那个规定 你说他有去斟酌 然而也不是顶合适的 也不是说他的论理酌情是合乎时代的需要的 法律的设计本就是事理跟人情相辅相成的 法律并不当然应该凌驾于事理以情理之上 怎么样让法律定定法律制度的设立 在事理跟人情相辅相成 适合在社会上来运用 这是很重要的学习 然而我们的立法品质 我们说实在也不是顶好 也不是顶好 法律本来就是以人为主体所形成的制度 你应该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才是对的 有时候立法未尽完善之下 更需要仰赖法律人及专家学者 念之在之不忘相复的提醒敦促 而要行述这种机制所必要的 正是一个人文关怀 更重要的是法治社会讲究的人情 更必须要立于合华合理的前提之下 法理情并非是上位下位的概念 而是缺一不可 更重要的是要对得起天赋的良心 美国著名律师亚伦德修之 亚伦德修之说 不要爱上法律 因为你一定会大肆所望 法律只是一种工具 法律是一种机制 一种被建构出来的制度 进一步说 法律是一种协助社会生活 更公益 让社会大众尽可能平等追求幸福的工具 而不是目的 因此 法律人以法律都应当谦卑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住法律只是工具 怎么样在适用法律的当时 让情理法坚固 论情协助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最后在这论情协理的分享当中 来也跟各位彼此勉励 当你明白规矩第一 人情第二的时候 你已经敲开人与人之间最难打开的一扇门 当你明白团队第一个人第二的时候 你已经从小我迈向大我 当你知道诚信第一 聪明第二的时候 你会明白小聪明只是一时 获得信任才是一事 当你知晓实力第一 人末第二的时候 你才能体会 唯有在专业上你有杰出的表现 人人才会尊重 当最后你学习到忠诚 忠诚善良 比能力更重要的时候 你才会能够培养出一个感恩 又能担当大事人 我对我们的经营团队 我们对年轻人常常做这样的鼓励 最后在这胶条推荡世代 灾难连连的社会 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但愿人生没有气冷 平安一成又一成 梦想都成真 家庭事业皆有成 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 人间留存一点真 彼此没有怨恨 相互没有纷争 愿人快乐到永恒 谢谢各位 今天要见面 律师经常的演讲 我想律师的演讲里面提示了我们三点 第一点 他有四种身份 四种身份 他可以在不同的身份里面 他也阐述了 应该怎么去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觉得今天无论你是法官 你是检察官 你是律师 等等 你必须要有道德跟良心 你必须要有道德跟良心 检察官你起诉别人 你法官你去判刑 你必须要有道德良心 另外 陈律师也特别提示我们 我们任何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勤礼法 勤礼法 当然 陈律师特别提到 我们希望很多事情必须 不管是双赢也好 或者三赢也好 当时陈律师 这个题目定的时候 论理酌情 我当时还没有很深切地体认到 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题目 今天 我听了以后 我恍然大悟 我们都知道 陈律师的法学背景 还有在法界的崇高的声望 他一支 前面有特别提到 他愿意报了谦卑之心 谦卑之心 这是很不容易 以他在法界的崇高的地位 他还是报了谦卑之心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放 作为双向沟通的时间 我们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好了 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那麦克风是不是给 没有 那在这边 是不是请您 对 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好 那我们两边都有麦克风给您 请您举个手 我们采取双向沟通的方式 请不要客气 机会很难得 有什么问题需要跟陈律师请教了没有 好 那我第一个来问好了 我记得应该是算15年到20年之间 我有像当时的杨仁寿 杨大法官 那个时候他在高雄 我陪着林安康先生到高雄去演讲 我就问他 我说现在 这个恐龙法官 或者Yuki法官 给大家很多的诟病 我自己因为在美国加拿大 待了很长的时间 在美国加拿大 任何一个 要成为法官的人 他必须 差不多要有12年以上的 无论你代任教授也好 或者你代任律师也好 必须有正常的时间 我们现在在台湾 就是说你只要考试通过 刚刚不是 特别提到 他在这个司法学院里面 担任讲师教学的时候 告诉这些律师也好 未来要成为法官也好 现在我们只要考试通过 你实习一段实习以后 你就 就可以成为法官了嘛 那 才会有所谓的Yuki法官 或者是恐龙法官 我不知道 所以我第一个跟请教的问题 就是说您再一个 在担任 其实这个话 我也跟杨仁寿 有他也是我提及会的名语董事嘛 我就问他 我不知道 我们国家 对这方面 虽然您现在已经不是在 在潮了 但是我想 尤其我特别想讲 我们这个演讲 会受到全世界去播放 也就是透过脸书跟YouTube 大家都可以 听到 看到 今天这个精彩的演讲 那我不知道 您 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没有 就是对于恐龙法官 或者Yuki法官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比照 欧美这样的方式啊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连线 十二年到十五年 你必须要有这个所经历 你才可以被认定成为法官 好不好 我第一个向您请教这个问题 好 谢谢 洪医师长 这个很有见地的提问 也要跟各位来报告 就是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其实要担任一个县华上所说的法官 不是那么容易 那各位或许也了解 司法官包含检察官 检察官和法官的考试 入取率大概百分之一到一点二之间 考完这个考试有分三层的考试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是口试 考上了之后要受两年的训练 训练及格之后 分发然后又五年的后补期间 后补期间 在这五年他必须通过 这个四属然后才最后才会实寿 当五年之后取得那个实寿 也就是司法院法务部审查通过在这几年的成绩的表现 之后他才会成为受信法 终身值保障的法官或是检察官 实践累积经验 经验就是翠力智慧 其实很多被批评恐荣法官的 常常他们是没有太多的进修 又固执己见 他的专业没有随着时代潮流 在法律的规换下 怎样去论理着情 怎样去本宜良心及宪法所赋予你独立审判的规定 来做出适当的裁决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司法官考试及格的 绝大部分都拥有受识的学位 然而知识教人至高 教人骄傲 很多的人他自以为他高学历 又考上这么难考的一个考试 所以那种骄傲至大之心 就油然而生 他们特别是在现今的世代 他们没有那种尊卑有序 或者说你长官经验传承 他需要接受那种心情 他们常常认为你们都是LKK 你们是活在旧时代的产物之下 认为你那些公平正义 论理酌情 论理酌情是这个 他们把论理酌情摆两边 把生官 把他生活的舒适 利益摆中间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些搜索的案件 搜索是最当事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各位常常会从报纸看到 兵分二十四路 派遣三百个人 有这个必要吗 或者说监听 那个监听的人数 株廉之广 是有时候是你没有想象的 那为什么 把案子办大 报纸才会登 把案子办大 社会瞩目 长官才会了解 有时候是常常出于这种 不正确的消息 这个想法 我说 搜索 有必要大张旗鼓吗 为什么搜索 还没有结果 报章已经停载 各位还记得 在云林 云林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件 一个社会知名人士 要被搜索的时候 电视总播车已经在那里等 其实侦察不公开 行事实码245条明文规定的 怎么可以这样出来 那为什么 浩明 很多的时候 恐龙法官或者恐龙检察官 常常是这样呈生的 他们没有想到 要如何办案的过程当中 如何遵守法律 以对得起祖先 以应辟子孙为念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至傲至高至大 这是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也在开头的时候 向各位报道过 现在的学校 已经没有公民与道德正面课 已经不知道 对长辈的礼貌是本分 对同辈的礼貌是友善 对往辈的礼貌是尊贵 对陌生人的礼貌是一种安全 我常常提醒一些人 陌生人两个车子插状 很小的是 一个下来破火大骂 你眼睛是缺眉 你眼睛好 骂你一大堆 他根本不知道 或许这年部车子的司机 他已经身无进入绝境 本来想去自杀了 被你这么一怒一击 他 好 我就要死了 找一个电棺材底 刚好 那个拐杖手 车子的拐杖手拿起来 从头上就猛敲下去 其实车子的小插状 我常常提醒 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 唯有钱不能解决的事才是大事 对陌生人的礼貌是一种安全 当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你在处理事情 你在论理酌情方面 你就不会做出那出人意外的一个举止出来 好 谢谢 好 其他有什么问题 我机会很难得 不好意思 我志工有提问 这是一个案例 前天发生的 发生在我身上 我在十字路口 两个远景是骑了摩托车 在停等区 我就从他旁边经过 我回转一下 不到十秒钟我就被拔了 他准备要拔我一千把 他说 闯红灯 我在十秒钟再回转一下 我在心心在想 远景在这边 我还不熟规矩的话 我还故意冒犯我钱多啊 当然我 我主要是谈到 我心里有点有感触 当然他后来给我 我拔了六百块 他说 按照道路交通委 主罚条例 就是摩托车好像走 南马县 人行道 滑六百 那我这边主要强调就是说 法律上有讲的 违罪不止 我可能因为我这 我每天上班 我走的道路 就是十字路口那边 我刚刚又回转 回转车 我就走到 左手边车 我刚刚有一条路 我可以走延级街 我可以上班 可以省一些路程 那我不知道我也走了一年多 当然我早上上班 可能没有碰到远景 但是其实我跟远景强调 我说你们不要为了 业绩而业绩 我说我这个动作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我想说摩托车 就是回转一下 你们两个警察 就在我右手边 在警察区 我从你旁边牵过 我还故意大啦啦的 我给你犯罪 违犯说 其实我跟他强调说 当我后来 我跟他爱兵政策 我说不好意思 我有农民证 我有农民证 我不是在故意要犯 其实很多法律 我们并不知道 那我只是这边 再强调一点 说你可以告诉 告诉我 我说我均举一家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是回转一下 他是视同闯红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第二天 我昨天我就到公馆交通事件裁决所 我就问 他的过答 我没有错 原警讲的都没有错 我固然当 神据事业讲 就是花钱是小 当的钱不是很多 但我一直感觉到 论理酌情 法理情 当我在法律上 在派出所的原警 他是站在法理情 但是你要考虑 我们这个不是故意的 而且你就在我旁边 就在我旁边 你也在等车 我是旁边 让我过一下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不可能说 故意在你面前犯罪 然后被你罚个一千块 我还跟他讲 我说这样子罚我六百 我一天的工资 我就去掉一半了 然后我这边其实相调说 论你酌情 全民效法 我实在不敢效法 那刚很多恐龙法官 那我不敢说 他们是不是 原警是恐龙 原警 但是那我的感觉 其实我常常捡到钱 我的教委派出所 或者捡到什么 什么 什么悠悠卡等等 我常常在文艺派出所 可能他们原警都认识我 我故意打IP认证 他们还是不理 但只是说强调说 这种情 我很同情你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 但是我要特别报告的是 所谓的法论理酌情 只能是在法律的规范范围内 就像说刚刚提的西子同户防权 那个例子 他是死刑物器处刑十年以上 上二百千万二百七十一条 所以他判十年 但是他如果他判十年 然后他想判轻一点 他可以依照行法五十九条 也就是在法律妇予的权限内去论理酌情 而行政道路交通管理处划条例 这个叫做行政法 而不是刑法 他当中所有的条文 没有赋予警察人员的不华的权利 或者两处最低游行过中再解离办 他没有这个权利 他只是在说 假设你换的这个法规六百块到三千块 他还你六百八百一千等等 他去斟酌这些 而不能说 本来要你闯红灯的 改成你违规停车的 这个其实 这位先生我要跟你报告的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警察已经是法外师恩了 法外师恩是犯法的 换句话讲 他已经过成所谓的卫造文书 所以我现在要特别向你说明的就是 他可以当成就没这件事 不跟你开单 但他不可以去变更你的事实 这个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还是要心存感谢 凡事谢恩 我要说 我当法官 检察官 当政务次长 高速公路超速违规 或者市区内没有看到 不能禁止回转而回转 我被查到 我第一个我一定下车 一定下车 跟严谨说一声 对不起 我没有看到 我绝对不会去要求他不法 如果他开了单 我就去缴 我把他当成是国家赛赛 这是爱国自强捐款 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爱国自强捐款 我要把他当成这样 这个不叫浪费 当然会对你来讲 或许会影响到一点点的生活 但是你只要把那个观念扭转 我当检察官法官 我绝对不会去拜托人家 说不要华打 我常常我在当政务市长的时候 我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我都提出很多建议 我们举个例子 动物园的园长 他的同学 他的亲戚朋友 去进去动物园 要不要买票 要 回厅要买票 但是 很多人的观念 我当到园长 我当到馆长 我的好朋友 要再买票 好 很没面子 好像绝对没有面子 开一个后门让他进去 各位要了解 今天我做涂利 这个叫涂利 涂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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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贪物制约条例 第六条的规定 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 当然守得 如果那个利很小的话 不是用贪物制约条例 改成刑法 比较轻 很轻 各位知道 肚子罪也是很重的 所以我在行政院的建议 你有一些特殊的风景区 你要设有当高阶主管的 所谓的特定的公关票 空公关会 你国家施政 总是要论你酌情 你不做政治规定 那个首长的车子 现在叫做公务车 公务车在 我各位先举个例子 美国的总统去大卫营度假 西家带眷 还有朋友都可以坐在 都可以坐在上面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互以这样的权利 那你说一个一个首长 假设我当过六个地方的检察长 我要上班 假设我要接个孙子 孙子跟我同 我还要送孙子 如果孙子是跟我同条道路 或者稍微绕一下圈子的 那坐我的车子有什么恶性 没有恶性 偏偏要用我自己的车子 或者摩托车载孙子去了 再回来载我坐公务车去上班 这个就是行政效率低落的原因 我在行政做过很多的有关论理酌情的建议 但是大家不敢负责 所以这位先生我要主要跟你报告的就是 没有关系 其实警察没有法律上没有赋予他 并更法条或者太多的斟酌自权 所以你事实上是要感谢 谢谢 好 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那我想我们也谢谢这个 财律师精彩的演讲 以及精彩的回应 里面 大哥 很快 真的 修强 未经常 未经常